三藩市 奶茶店主涉嫌参与国际汽车爆洩销装 三藩市破获一桩国际汽车爆洩销装的集团 嫌疑人涉嫌在田德龙区的一间奶茶饮品店经营犯罪行为 根据ABC电视台的报道 今次的行动名为Operation DuDoc 当局拘捕涉嫌人Crolet 是他的奶茶店 缴获约1,000件疑似被盗的电子仪器设备 奶的太太是Lockingstreet的Quickley Boba Tea Café东主 三藩市地监署表示 他们是根据较大型的行动autopilot 而找出了这个破案的线索 而这个行动进行已经超过了一年 三藩市地监官博切斯 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 当局利用利友汽车追捕犯罪的过程 執法者先在一些车内放置贵重物品 同时也有追踪的器材 带逃犯案偷取物品后就会启用追踪 博切斯指出很多装物是在田德隆区的波霸店 运到美国德州、亚洲以及欧洲 他声称行动的目标不单单是等待事情的发生 更是要瓦解这个销装集团 因为这些集团制造到涉物品的需要 阻挡了汽车爆市 而地监官博切斯表示 今次的调查是打击犯罪集团大型行动的一部分 他的部门和美国租车协会 联邦国土安全局 以及SFSAFE等组织合作 天下维持记者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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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